男子心善娶丑女为妻 洞房叶丑女却说 去到一碗香油来 随后一幕吓傻众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北宋年间 青安县向北十五里 有个北斗山 在北斗山脚下 有个小山村 年仅十六岁的李志平 就在这里居住 他是个苦命的人 母亲在他八岁时上山采药 一脚踏空跌落悬崖去世了 母亲去世后 他和父亲相依为命 前不久 他父亲下河捉鱼 突发山洪 被冲走了 等村里人找到他时 已没了气息 志平在村里人的帮助下 料理了父亲的后事 从此成了孤儿 为了生活 李志平学着村里人的样子 种着家里的两亩地 地里不忙的时候 他还会上山砍柴 他要攒钱 这攒了钱 有两个目的 一是把父亲生前 借村里人的三两银子 给还了 二是攒了钱 他想做点小生意 种地他感觉来钱太慢 他不太甘心 一辈子面朝黄土 被朝天的生活 有一天 志平刚卖完柴回家 邻居王大娘来到家中 询问道 志平呀 有空没 帮我个忙吧 大娘 您有什么事吗 您尽管说 只要我能干的 我都会帮忙的 志平扶王大娘一边坐下 一边说道 这是简单 你指定能帮上 是这样的 我有个外孙 长得样貌不太好看 家里给说了门亲事 我想着让你带他和女方姑娘见一面 如果能成的话 我这外孙家 定不会亏待你的 王大娘说道 刚把王大娘扶到椅子上 志平听完王大娘的话 连忙摇头说道 大娘 这是我恐怕帮不了您 靠这样把姑娘迎娶到家 迟早要露馅的 到时候两口子在吵架 日子也过得不安稳 王大娘听完志平的话 她叹了一口气 说道 我也感觉这样不行 都是我家那老头子出的歪主意 算了 这是我也不管了 那还是谢谢你啊 说完王大娘起身离开了 在王大娘走后 志平歇息了一会 开始做晚饭 不大会晚饭做好 她经过这些日子的磨练 做饭的手艺还不错 她炒了盘萝卜炒肉 热了两个馒头 端到桌子上 准备开吃 志平刚咬了一口馒头 一个乞丐老汉走到门口 眼睁睁地看着正在吃饭的志平 志平站起身来 询问道 你好 你是想吃饭吗 乞丐点了点头 志平给乞丐打了盆水 让他简单洗了手 邀请他一起吃晚饭 原本做的一个人的饭 志平没敢吃太多 两个馒头都让乞丐吃了 他自己只喝了一碗西粥 志平就是这样的友善心 志平和乞丐聊天 得知这乞丐以前家里很富有 祖上世代是经商的 到他这一代 生意做得很大 可他没想到的是 竟然被同行眼红 设计诬陷 让他惹上了官司 财产 生意全部被抢走 最后落得个妻离子散的境地 他不得已才开始流浪的 说着乞丐哭了起来 志平安慰了乞丐一番 让他想开一些 乞丐这才慢慢稳定了情绪 在吃饱喝足后的乞丐没有离去 还想在家里留宿一宿 志平看了看外面 天色已黑 他便答应了乞丐的要求 给他安排到西屋睡觉 安排完两人各自去睡觉了 由于砍了一天的柴 志平很累 躺在床上没多久 就睡着了 一觉睡到天亮 早上他起来做了早饭 见乞丐还没起床 他来到西屋 敲门喊道 大爷 该起床吃早饭了 快起来吧 志平喊了好几声 也不见乞丐的回应 他皱着眉头 感觉事情不对劲 推门而入 见到乞丐趴在地上 他连忙扶起乞丐 乞丐呼吸很微弱 眼神有礼 仿佛一盏耗尽的油灯 随时要熄灭一般 小 小伙子 谢谢你让我在家里借宿 还 还做饭给我吃 我 我可能不行了 这是我家里传下来的经商秘籍 就赠予你留个纪念吧 乞丐说完头一歪 竟然没了气息 志平看着已经去世的乞丐 他叹了一口气 感慨道 这真是世事难料呀 这样原本富有的人 却落得妻离子散 乞讨度日 最终客死他乡的境遇 志平将乞丐赠予他的书藏好 去村里找人来到家中 将帮助乞丐留宿 却突然暴毙的事说了一遍 在村里人的帮助下 志平从积攒了很久的 娶媳妇钱中 拿出一部分 买了一副棺材 将乞丐葬在了后山 当准备给他立个杯时 志平一拍脑袋 他竟然没询问乞丐的姓名 最后无奈只能放弃立杯的打算 经历此事后 志平的生活恢复了平静 继续开始砍柴 种地的生活 日子过得虽然很累 但很充实 他说 人嘛 总要累点 想轻松 那只能等死了 生容易 活下来却不容易 志平也能吃苦 为了攒钱 他可以连续几个月不吃肉 他不是买不起 他想把钱花在刀刃上 遇到可怜人 志平也会帮上一二 自己都过得不尽如意 却还见不得人间疾苦 有一天 志平卖完柴 时间还早 他便想着在街上逛一逛 当他走到东街时 看到很多人在围观 志平很好奇 他挤过人群 看到一个年轻女子 旁边还立了个牌子 上面写着卖身旧父 这女子可怜呀 他母亲去世得早 留下他和父亲相依为命 好不容易等到长大了 家里条件也越来越好 却不曾想 女子被无赖王三看中 来到家中要抢人 女子父亲拼命阻止 竟被王三打得起不来床 随时可能去世 为了看病 把家里的钱都花光了 所以女子才无奈出此下策 这王三我知道 他是这镇上有名的无赖 经常到各家店里不吃不喝 欺负梁家女子 真是可恶 围观的人们 七一嘴八一嘴地互相讨论着 如果唾沫能淹死人 王三也不知道 被淹死多少回了 发生这样的事 难道官府不管吗 再怎么说 王三也没有三头六臂的 只不过是一个凡人 凭什么他敢这么做 一个路过的客商 愤怒地说道 须 客官 你是有所不知 就凭着王三的姐夫是县令 谁敢管他 可能是怕惹上麻烦 围观的人们给女子面前的盆里 扔了一些钱 便四散离去了 志平从身上拿出三百文钱 这是他砍柴赚的 原本准备买点猪头肉 再来壶酒改善下生活的 可他看到女子可怜 觉得女子比他更需要这笔钱 他带着钱 就要走上钱 放到女子盆里 突然 一道声音传来 灵儿 你这是干什么呢 要筹钱给你那 即将嫁喝西去的老爹治病 我就发发慈悲吧 一文钱把你买了 你看怎么样 志平站了起来 他看到说话的 正是人们谈声色变的王三 这王三走上前 来到女子身边 笑嘻嘻地 要搀扶起跪着的女子 灵儿 快起来吧 地上凉 你这样我会心疼的 这是一文钱 跟我回家洞房吧 呸 你个无赖 要不是你 我爹也不会这样 王三遭到辱骂 脸部红心不跳 笑着说道 灵儿妹妹脾气真大呀 连骂人都给唱曲似的 真好听 走 跟我回家吧 那位叫灵儿的 躲开王三的拉扯 就要跑开 被王三一耳光 扇在脸上 女子哭了起来 这王三也不管哭泣的灵儿 拉着他就走 看到这个场景 置平气地咬牙切齿 可他也不会武功 无权无势地 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就在他思索 如何帮助女子时 从人群中走出一个辖室 快速走到王三跟前 宝剑出鞘 王三头颅飞得老高 死得不能再死了 辖室做完这一切 头也不回离去了 女子被救后 置平赶紧走上前 扶起女子 和四散离去的看客 一起离去了 置平将惊魂未定的女子 送回家中 路上尽过了解 才知道这女子名叫王灵儿 她家在清安县东边不远 将灵儿送回家 置平还将砍柴赚的钱 给灵儿留下 她才转身回家 第二天 置平起了个大早 来到灵儿家里 帮助她料理了父亲的后事 处理完后事 置平询问道 灵儿姑娘 你有什么打算吗 这以后的日子 该怎么过呀 你看要不我 置平还没说完 从外面走进来一个年轻男子 英俊帅气 他快速走到灵儿身旁 对他说道 灵儿 我回来晚了 你父亲的事我听说了 这王三爷死了 真是便宜他了 要是我在家 非亲手宰了他 经过了解 才知道 这男子是灵儿的未婚夫 置平听完一阵尴尬 同时他也庆幸 幸亏他没将后半句话说出来 原本他准备说 你看 要不我们一起过日子吧 见灵儿有人关心 两人关系还不错 置平找了个理由 就转身回家了 晚上回到家里 置平躺在床上 没有一丝困意 他很发愁 自己也老大不小了 同龄人也都结婚了 而他却连个对象都没有 谈何结婚 一直到后半夜 置平才晕晕晨晨地睡去 天亮后 他坐在床上 照出乞丐去世前 给他留下的经商秘籍 看到里面一条条的经商经验 置平看完很是惊喜 可他同时也发愁 这做生意需要本钱呀 他没有 空有理论 那可不成 想到这里 置平一溜烟地穿好衣服 拿起砍柴工具 就往山上走 他要努力攒钱 等有了本钱 他也尝试做生意 一转眼 两年过去了 置平长到了十八岁 身材修长 样貌英俊 是十里八乡有名的俊后生 他已将父亲欠的外债还完 接下来就是娶媳妇这件大事了 虽然他长得很帅 可帅也不能当饭吃 姑娘家里都很现实 一听他的家庭条件 转身就走 所以他一直未婚 有一天 置平到隔壁县准备掌掌见识 他看到书中讲的 可将一个地方的东西搬到另一个地方去卖 因为稀缺 生意很好做 所以他准备找找看 能不能寻到机会 当他走了五十多里路时 看到远处有个湖 看着湖面波光淋淋 迎着微风 置平心情不错 不由自主地哼起了小曲 突然 扑通一声 有人跳湖了 置平看到远处溅起的水花 他忙向远处跑去 到了地方 来不及多想 跳入湖中 开始救人 此时女子已沉底了 置平潜入水中 四处寻找 期间也不知喝了多少水 毕竟他的水性并不好 可眼下情况危机 既然被他遇到了 他是要施救的 最终置平寻找到了跳湖的人 将他拖上了岸 到了岸上 置平大口地喘着粗气 看到女子已昏迷 他忙按照以前跟村里老人学的急救方法 对女子进行施救 不大会 女子苏醒了过来 姑娘 你遇到什么事了 为何想不开要跳湖 死都不怕 为何却怕活下去啊 置平询问道 女子看了一眼置平 叹了一口气 说道 哎 一言难尽呀 两人来到树荫下 坐了下来 经过女子的叙述得知 女子叫罗娇娇 她之所以跳湖 是因为她被人陷害 脸上毁了容 周边的人都说 她长得丑 连父母都嫌弃她 同龄人全部结婚了 就她没人要 所以想不开 便投胡自尽 听娇娇说完 置平看到脸部被烧伤的娇娇 询问道 是谁那么可恶 竟然要害你 他们为何要害你啊 我以前很漂亮 得到了县令儿子的青睐 欲娶我为妻 却不曾想 这县令儿子有未婚妻 她未婚妻听说后 有一次我上街回家路上 被人在半路截住 他们竟然朝我脸上 泼了不知什么药水 脸上后来就变成这个样子 置平听完 对娇娇很是同情 她思索了一番 说道 娇娇 我父母去世得早 现在家里就我自己 倘若你不嫌弃 我愿意娶你为妻 不知你意下如何 啊 你愿意娶我 你不嫌我长得丑吗 娇娇受宠若惊地问道 因为自从她脸被毁容后 原先追求她的人 都仿佛不认识她似的 远远地都躲开了 现在置平突然说愿意娶她 所以她很吃惊 置平拉住娇娇的手 看着她的眼睛 又重新说了一遍 娇娇 我愿意娶你 嫁给我 当我妻子吧 娇娇喜极而泣 她扑到置平怀里 痛哭起来 哭了一会 置平带着娇娇往家走 她也不去林府 寻找发财的计划了 眼下和娇娇成亲更关紧 就这样 置平带着娇娇回了家 到家后 置平将娇娇的事和村里人讲了一遍 大家都很同情她 告诉她让她安心嫁给置平 这置平可是个好人 乐善好施 她是肯干 是个过日子的人 第二天 在村里人的见证下 置平和娇娇拜堂成了亲 结为了夫妻 置平摆下宴席 以庆祝她和娇娇结婚的幸福时光 幸福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 转眼间宴席结束 村民们四散离去了 留下置平和娇娇 置平缓缓掀开娇娇 她笑着对娇娇说道 娘子 我们结婚了 你高兴不 我很高兴 只是委屈你了 我现在这么丑 感觉很对不起你啊 娇娇回道 娘子 你不要这么想 我既然愿意娶你 我不会在意你的容貌的 咱们安心过日子就好 以后赚了钱 我给你请明医 说不定还能治愈呢 相公 你真好 谢谢你娇娇幸福地 躺在置平怀里 就在置平端起 交杯酒递给娇娇 两人正饮下时 娇娇却做了个晋升的首饰 轻声对置平说道 相公 你速去厨房倒一碗香油来 倒香油 为何要倒香油 置平一脸猛 不过在娇娇的催促下 置平只能去厨房里倒香油 可他到了厨房才发现 香油已经不多了 他倒转油罐 也才倒了碗底那么多 他很焦急 这可如何是好 过了一会 置平没办法 他又在香油中倒了些菜籽油 这才整了满满一碗香油 小心翼翼地端着香油回到了屋里 焦焦接过油 将它放到了床前 同时他拉着置平来到床上 揽着它 并表示让它不要出声 屋内熄灭了灯 两人躺下来 不敢发出任何声音 不大会 竟然从房梁上 溜下来一只大老鼠 这老鼠竟直奔跑到游碗前 大口大口地开始喝了起来 焦焦慢慢坐起来 拿出准备好的工具 一下子连老鼠带碗扣在了里面 老鼠大叫 竟然口吐人言道 啊 人类 你真卑鄙 这油都不是香油 还掺了甲 你们竟然设计要害我 快放我离开 听到老鼠会说话 置平很是震惊 可焦焦却不以为意 他让置平找来绳子 将老鼠四肢捆绑 分开寄到桌子腿上 动弹不得 做完这一切 焦焦开始叙述起来 原来他在被家人赶出家门后 遇到一个道士 教授他了一些道数 他在洞房中发现了房梁上 蹲着一个修行有成的老鼠 便让置平去端来一碗香油 准备将老鼠抓住 听到这里 置平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询问道 娘子 这老鼠我们抓到了 该怎么处置他呀 焦焦笑着说道 带我烧一锅热水 将它去毛巴蹄 咱们做一锅红烧老鼠肉吃吃 老鼠听完 害怕得浑身颤抖 大声喊道 人类 别冲动 千万别冲动 留下我的命吧 我有大用呀 哦 你有什么大用 说出来我听听 如果真有用 我就不吃你了 焦焦笑着问道 这笑被老鼠看到 犹如催命判官一样 他很害怕 我可以给你们弄钱 你们让我干啥 我就干啥 保证听话 只要别吃我 我修行一百年 才有现在的成就 很不容易的老鼠回到 焦焦想了想 说道 我该如何信你呢 倘若我放开了你 你错了怎么办 人类 你不用担心 我属先说话算话 我愿意 把我魂魄的一部分 交给你掌握 这样我的想法 你都能随时掌握 这样总可以了吧 这样还行 那你就交出部分魂魄吧 老鼠默念咒语 一道魂魄飞出 焦焦轻轻一挥 将这老鼠的魂魄收入体中 此时老鼠和他产生了联系 他随时可要老鼠的命 这下他放心了 焦焦让老鼠去外面 去看门 老鼠走了出去了 还懂事地关了门 老鼠离去后 焦焦和志平继续喝焦杯酒 两人吹灭了屋内的灯 开始行周公之礼 不大会 屋内传来了不可描述的声音 蹲在门外的老鼠 默念道 非礼物听 非礼物听 他将耳朵闭上 这才听不到屋内的声音 焦焦和志平一直折腾到半夜才结束 一觉睡到天亮 两人抱在一起 很是幸福 一直磨蹭到快中午 两人才起床 打开房门 老鼠赶紧跑了过来 焦焦说道 我给你取个名吧 焦焦看着志平 说道 你说给他取个啥名呢 感觉叫老鼠不好听 你看浑身发黑 油光正亮的 叫他眉球怎么样 志平思索着 这边老鼠不乐意了 他对眉球这个名很不满意 让重新起 经过志平和焦焦的商量 最终老鼠被取名为小白 后来志平和焦焦 到哪里都会带着小白 有人的时候 把他藏在兜里 遇到欺压百姓的恶人 或者那些仗势欺人的官吏 焦焦都会让小白出马 或把他们的钱倒走 或寻找犯罪的证据 经过焦焦和志平的 诚恶扬善 当地变得官清民政 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小白帮着两人 弄到了很多的钱 这些钱志平和焦焦也没乱用 他们救助那些生活贫苦的百姓 被人们成为活菩萨 对他们夫妻很是尊敬 有了钱 焦焦也会给小白 买他需要的药材 随着小白的修炼 他的道行越来越深 有一天 他对焦焦说道 主人 我现在道行不错 可以助你修复脸上的烫伤 不知你是否愿意 哦 真的吗 小白 如此太好了 焦焦惊喜地询问道 小白给了肯定的回答 为了更好地发挥法术 焦焦还将收走小白的一部分魂魄 重新还给了他 最终小白没有领焦焦失望 经过小白法术的操作 焦焦原本烫伤的容貌 重新恢复了原来的样貌 看到变漂亮的焦焦 智平忍不住地感叹道 娘子 你原来这么漂亮呀 跟仙女下凡似的 很好看 哦不 你就是仙女 太好看了 焦焦笑着钻入智平怀里 两人搂着朝屋内走去 帮助焦焦恢复容颜后 小白又抽出一部分魂魄 见两人离去 他喊道 主人 我这魂魄你还没收走呢 不用了 小白 我信任你 如果你要离去 我也不阻拦你焦焦回答 说完焦焦和智平进了屋 不大会 屋内床漫摇晃起来 两人完事后 打开房门 看到小白并没有离去 焦焦询问道 小白 我没控制你的魂魄 你为何没趁机离去啊 主人 我发现和你们在一起劫富济贫 这样的日子还不错 我还要跟着你们 继续干这样的侠客事迹 焦焦听完 看了看智平 对着小白说道 好 那我们就一起闯天涯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来 我们一起击个掌 智平和焦焦各伸出一只手 叠放在一起 老鼠听完哈哈大笑 身材变大 把前掌 按在智平和焦焦叠放的手上面 两人一鼠互相看着 开怀大笑起来 我妈像杨简一样养我十八年 每天盯着我学习 精确到每一秒 挪我爸的救命前让我补课 只等我高考完就庆功 最后一科考试时 我坐在八楼边缘不去 我妈几乎生死力竭 对过其他科目的答案了 只要你下来 只要你去考试 你就是第一名啊 努力了这么多年 就这最后两个小时了 告诉我 你想要什么 我看着他 开始笑 我想疯 我妈读书不多 但性格强势 她的眼里只有读书 才是有用的 她爱我 所以要把这最有用的东西给我 我要是读书成绩不好 这辈子我就完了 她也完了 我上小学一年级开始 就必须都是百分 少多少分 就要跪在地上 挨多少个手心 小学三年级开始写作文时 期末考试 我语文只得了九十九 我妈拿着卷子看了很久 先得出一个结论 我没有得到满分 是因为作文没有把格子写满 少多少字 她要打我多少个手心 用那种包了皮的柳条 一个字一下 打完了 第二天上学 我手心肿得握不住笔 班主任是语文老师 看到以后 专门找到我妈说 作文没有写满字 并不影响作文分 老师好心提醒说 一般作文都是不会得满分的 我妈说是吗 然后问我的作文标点 对不对 有没有错字 得到否定答案后 我妈说了个好 她死死盯着老师 既然我孩子没错 凭什么不得满分 争执中 我妈大骂语文老师极度偏心 有眼睛没眼珠子 然后拿着语文老师的话和卷子 去学校找更大的官 教导主任 年级主任 分管校长 还有党委书记 找完了 最后红着眼睛的班主任 让我单独做了一次卷子 给我打了一百分 我妈得意洋洋 拿着那张卷子回去 贴在我家的土墙上 说这一分是她给我争取来的 她不知道的是 那天开始 语文老师再也没有读过我的作文 其他老师也再也没有抽过我回答任何问题 我回去给我妈说 我妈扭着我耳朵看墙 墙上是我的奖状和百分卷子们 看到什么了 看到一百了 无 这一百是你应得的 该是你的分 一分都不能少 一分都不能丢 记住没有 我除了多了一分 还多了一个外号 叫一百分 老师不理我 同学也对我疏远 我妈觉得正好 她觉得 小孩子的友谊 没有任何用处 只需要将时间 花在学习上就好 我妈为我成绩 不让我做任何事情 甚至连我的牙膏 都给我挤好 不让我花一点时间 在别的事情上 家务 上学 为家里那条收养的流浪黑狗 我每天的衣服 都由她给我搭配好 所有的饮食 都是精心配置好的 我妈甚至可以早上四点多起来 就为了给我手工蒸包子 她将所有时间和关注给了我 同时要求我回报她 绝对的服从和感激 但我已经不是小孩子 我试过反抗 五年级的时候 期末考试前两天 我最好的朋友张瑶过生日 我恳求了很久 我妈同意我去了 那天我们吃了蛋糕 玩了一会儿游戏 我还看了从没看过的动漫 那真是美好的半天 但等我回家 一切都变了 我妈发现我回家吃的晚饭 和补脑汤 没有平时多 开始一句句盘问我吃了什么 等知道我吃了蛋糕后 我妈彻底怒了 她说 那是反什么酸味的奶油 一点不健康 要在身体里残留两个月 连夜给我好朋友的妈妈打电话 在电话中 她愤怒无比 说对方就是极度我成绩好 说要是我坏了身体 要找对方全家算账 然后说 对方要给自己小孩子吃烂东西 她不管 但是危害自己孩子就不行 她说了好久 中间对方已经挂了电话 但是她又固执在拨打电话 打了过去 等她打完 转头看着我 那眼神 让我有些毛骨悚然 为什么不听我的 妈妈那么爱你 妈妈会害你吗 你的身体坏了 马上考试你怎么办 过来 她将我拖进厕所 给我灌下橄榄油 然后伸手抠我喉咙 我吐了出来 虚弱地倒在厕所旁边时 她要给我拍照 我艰难地问她要干什么 她正在给我同学和老师 发我最狼狈的照片 我使劲捂住脸 将自己藏起来 她的力气好大 使劲将我手扯开 将我狼狈拎起来 看看 你们把我女儿害成什么样子 老师 要不是张瑶妈给我女儿吃有毒的东西 小枫怎么会变成这样 变成什么样 我不知道 那天之后 我失去了我最后一个朋友 我们那时候 初中可以考重点班 我偷偷选了一个离家最远的考上了 还没来得及高兴 我妈就在学校旁边租了一个房子 以后妈妈陪着你 照顾你 你就专心学习 我哭着摇头 我不要 我妈看着我 眼里露出难过的样子 我把所有的时间 所有的精力心血 都投入到你的身上 牺牲了那么多 连你爸都没陪 专门陪你 你居然这样 我忍着眼泪 不敢再说让她伤心的话 我妈立刻笑了 她开始哼着歌布置出租房 我的每一样东西 都按照固定的位置放好 衣服挂的顺序 书本位置 牙膏摆放的位置 熟悉 陌生的熟悉 我感到了 有陌生的东西 攥住我的心口 空气好像变得稀薄 我用力呼吸 也有好事 初中开始满分 变成了150 而我妈不懂 所以我只需要超过100就安全 多的就是奖励分 又因为远离原来的小学同学 我以为一切可以重新开始 懵懂的青春 自然有关注的人 那时候我同桌是个很帅气的男生 也是我们班的班草 他喜欢穿一件黑色毛衣 我总是喜欢看到他 他的毛衣有天勾了线 我就将那节线偷偷拿来 夹在了我的笔记本里 笔记本上我还偷偷画了一颗黑色的心 但是我没想到 就是这么小一件事 最后竟然闹到那么大 那是个星期三 下午第一节课是体育课 我假装上厕所 一面绕到悄悄看操场上 同桌踢球 然后我就突然看到了 我妈从校门口走进来 她走得很快 我眼睁睁看着她走向操场 然后精准从一群人里找到了同桌 然后兜头就是一巴掌 所有男生都围了上去 我听见我妈大声怒骂 那声音比上课铃还要响亮 传遍学校每个角落 我听着我妈刺耳的声音 说同桌不要脸 小流氓 毛都没长齐 就开始想女人 然后抖搂我的笔记本 和那根黑色的毛线 我妈大声骂了她 骂她家里穷得掉牙 两个兄弟连个房子都没有 还想找女人 叫她离我远点 别影响我学习 我妈竟然去了别人家 一个一个问过了 我想要跑 却不知道朝哪里跑 到处都是听见我名字 然后看我的人 我站在原地 感觉所有的阳光照在我头顶 将我所有血液蒸发 我呼吸艰难 指尖冰凉 为什么不现在就死去 现在就死过去 但是我没有 而等上课后 我回到座位上 我的同桌站在座位旁 不入座 老师问她干嘛 她说要换座 老师不同意 要她入座 她就开始一下一下地 拍在桌子上的书 老师 我要换座 接着 她的朋友声援她 然后是更多的同学 开始起哄一样喊 换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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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之后 没有一个人 愿意和我坐同桌 那天开始 我好像得了病 只要看到 模样周正的男生 我就浑身颤抖 我妈知道了 很高兴 觉得这样 我就不会 和其他小骚货 一样早恋了 可以专心学习 她将这件事 当成她的功绩 传授给陪读的妈妈群 绘声绘色地说我看着黑色毛线 发呆的样子 说她在门缝里 看到我鬼鬼祟祟写字 收笔记本的样子 她反反复复分享经验说 管教就得趁早 还有比我更负责的妈妈 我晚上都不睡觉 就睡在她门口 一点动静我就起来 一晚上 我都睡不了多大会儿 可把我累得 初三的时候 我学不进去 我学不懂几何 我一看到那个新患的年轻数学老师 就浑身颤抖 根本不敢看黑板 正好那时候 我爸生病回来了 我妈将他带到出租房照顾的那天 我正好拿着测试的卷子回家 第一次期中测试 我数学得了八十六 我妈很生气 拿着棍子 让我跪在我爸床前 一分一棍 又因为有我爸看着 他打得格外狠 你是不是故意气我 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 我一天一天 眼睛都不敢眨一下地盯着你 你就拿这个成绩回来 你好意思吗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他边打边骂 眼泪又开始流 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 为了谁就为了你 我牺牲了我自己的一切 就是为了你 可怜天下父母心 你就是报答我的 我爸在床上剧烈咳嗽 想要阻止他 这份阻止反而让他更加激动 你现在就知道来办好人 我在辛辛苦苦教孩子的时候 你在哪里 我爸说 我也没闲着 我在外面打工啊 你打工 你挣了多少钱 要不是你 我能过得这么窝囊 我连给闺女买个好的课 都要精打细算 闺女已经够辛苦了 差不多就 差不多 差不多就是要过我这样的日子 跟我一样 一辈子过这样的日子 他愤愤不平 他怨恨生活 他厌恶现在的生活 他想要好日子 他想改变 而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改变他能控制住的我 那天我挨了很久的打 因为从劝架的阿姨嘴里知道 我不是差十多分满分 而是根本没及格 知道了满分是一百五 我妈开始搬箱子 将纸箱子里的卷子 一张张拿出来 她只读了小学 初中时因为读不进去辍学了 所以只能用计算器来计算 一个个一张张的家 数字越来越大 闷热的夏天 沉甸甸的 好像将所有的蝉鸣 呼吸 没有边缘的月亮 都挤压在一起 裹成无法呼吸的浓稠液体 我的左手被打出了血 两条小腿都肿得动不了 爸爸就在隔壁房间 门被锁了 我听着他在门口剧烈的咳嗽 忍着没有哭出声 起初还是忍不住哭 疼 太疼了 哭着哭着 就好像眼泪流不下来了 脑子里一个一个念头闪过 我想这样 我应该不用去上学了 我真的开始厌恶学习 我厌恶文字 厌恶和考试分数相关的一切 我甚至想 不如就这样打死我吧 第二天 我妈故意给我拿了短袖短裤 穿成这样 去学校 让所有的同学都看看 做错事就需要承担后果 看看骗子是什么下场 我爸说 孩子大了 有自尊心 自尊 自尊是什么东西 我妈冷笑 现在的孩子就是被惯坏了 心理承受能力太差 一点委屈都受不了 这点压力都受不了 以后怎么在外面混 以后怎么出人头地 自尊和面子 对我妈这样的人来说 不是小孩子可以讨论的东西 我的右手还是好的 还能写字 就得上学 到了学校以后 没有同学问我 我已经没有朋友了 最后 是曾经的小学好友张瑶路过 看到我的手 我把手藏到身后 再转过身 挡住后腿的伤痕 过了一会儿 她给我拿来了一瓶云南白药 什么都没说 放在我桌上就走了 本来一直没情绪的我 看着药 却突然忍不住哭了 我低着头 在学校后门哭了很久 等到放学的时候 我妈在校门口看我 叹了口气 你现在知道 丢脸是什么滋味了吧 你考得那么差 我走在外面就是今天你的感受 我问 我考得差 是我丢脸 也不是你丢脸呢 她哼了一声 我们都是一家人 你丢脸不就是我丢脸呢 好了 走 回家 妈给你蒸了最爱吃的粉蒸排骨 她总是这样 用顿刀子割我 在撕碎我伤害我后 就用一点温柔和温情或者眼泪软化我的心 以前我意识不到 但现在已经愈合的左手上的药粉 却在提醒我 爱不是这样的 我看着她 她走得很近 身上有一种夏天出汗的黏糊感觉 像初的胳膊偶尔贴在一起 就像要将我们粘在一起一样 我感觉到一种陌生的情绪顺着那皮肤黏糊起来 我站定了 等她走开 我妈想要给我补课 一节课一对一最便宜的也是六百 补课价格不菲 起初无论我怎么拒绝 她都不松口 我爸那时候身体不舒服 家里正好有一笔存款 够她的手术费 我妈跟我说 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不补课呢也可以 但要是你一次考不好 这钱就拿来给你补课 她说完了低头微微看着我 不休蝙蝠的发福脸庞上 那张紫色的嘴 缓缓吐出一句话 记住 你爸的命就在你手里捏着 有什么东西瞬间攥紧我的心 我转头看我爸 我爸吃了要睡着了 他的脸色是青灰色的 带着雾沉沉的黑 他是在外面累病的 我妈又说 你看我们这么爱你 你怎么回报我们的爱呢 你还不把进度赶上来的话 就只好我们来帮你了 我说不出话 挤背发麻 我会好好学习的 我低着头 说说你怎么学 认真学 从下一次考试开始 每一次考试的成绩 他露出恩赐一般的笑 我问过你们老师了 满分不容易 你只要得到年级第一 就算认真 你能做到吗 看我不硬承也不说话 他忽然红了眼眶 你这个孩子 心怎么这么硬呢 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谁 我们还不是为了你 你这样还不认真 是想看着你爸死在你面前吗 他在这个小家庭里面 心情耕耘十多年 早已将我完全洞悉 然后将世俗那些 冷酷残忍的手段 包裹上亲情的外衣 用在我身上 慢慢消磨我的锐气 慢慢添加新的手段 把我玩弄于手掌中 我的眼泪流下来 说我能做到 他笑了大声点 我听不见 我更大声 带着哭腔说 我能做到 我爸被惊动 咳嗽起来 我妈满意笑了 好孩子 别站着了 过来吃饭 还有十五分钟 吃完正好听英语 初三有段时间 我出现了很奇怪的症状 总是头发昏 走着走着 在路上站着 就能睡过去 无论喝多少的 廉价的速溶咖啡 还是睁不开眼睛 我妈有天下课 带我去看中医 中医给我耗脉 然后问我 昨晚几点睡的 今天几点起的 症状持续了多久 问完了老中医 叹了口气 让我出去 她的话从诊室 恰到好处地传出来 孩子这是太累 就算是牛 上了家 也要取下来休息 行 那给她开点 补神醒脑的药吧 这不是药的问题 老中医说 孩子身体到了极限 这是困德 我妈停了一会儿 很为难问 我看百度说 针灸可以提神 要不弄个针灸吧 不行啊 电机也行 我听着想笑 笑着笑着 我趴在桌上睡着了 不一会儿 我隐隐约约听见 我妈叫我名字 身体几乎本能地 就自己坐了起来 桌子上不知道 是眼泪还是什么 护士小姐姐伸手 拍了拍我肩膀 递给我一杯水 她眼里的同情 让我一下没控制住 眼睛再度红了 我妈没过来 她还在和医生掰扯 拿着她不知道 哪里得来的天方 和网上搜索的结果来问 最后医生生了气 我妈终于闭了嘴 等她出来的时候 非常不乐意地说 医生说得对 你需要多点休息时间 我想了下 学校方便 你住校吧 现在住在出租房 我妈觉得 我爸会分散我注意力 我妈见不得我一回家 就先去看我爸 还要和我爸说话 给他弄水什么的 还有一个原因 宿舍也更便宜 我妈说 我们家里确实没什么钱了 虽然那时候 我和班级里的同学关系很差 但是至少短暂住校 能让我稍微有点自己的空间 那是我最快乐的一段时间 就算独来独往 但是我却感觉到 前所未有的轻松 但快乐似乎总是一种 转瞬即逝的奢侈 还没等我中考 父亲就过世了 那天是周二 我妈甚至没有通知 我回去见最后一面 等我周六回去 我妈只带我去了坟上 烧了炷香 我在地上跪了很久 从小我爸就少雨沉默 几乎所有的事情 都由着我妈折腾 但她也会抽空 带我出去走一走 或者回来给我带个小玩意儿之类 这些在我妈看来没用的东西 在我妈扔了我的小黑狗后 她给我买了一个 很像的小黑狗闹钟 并找到小黑狗 送给另一个亲戚帮忙养着 这一点很小很小的爱 已经足够强势占据我的心 天上下着小雨 我分不清脸上是泪水还是雨水 好像很伤心 伤心的有点喘不过气 又好像不是那么伤心 因为还能很清楚听见周围的一切 听见我妈在给她姐妹打电话 说终于走了 说以后轻松了之类的话 我磕了一个头 我妈挂掉电话 走过来说 这是你爸给你省下来读书的买命钱 该怎么办你知道了吧 我心里生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愤怒 那种找不到出口的愤怒 被挤压被扭曲被揉捏 我猛然站起来狠狠看着我妈 我妈也看着我 她脸上的笑迅速消失 她的短节盖不住眼底的灵力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我站起来直到她下巴 我仰着头 看着她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 她轻蔑地看着我 告诉你 你忘了自己的身份 你是个学生 你不是说你要好好学习 为什么体育没有得第一 我体育测验那天来大姨妈了 肚子痛得如同牵铁一样沉重 我当时已经拼尽了全力 但还是跑不动 嗓子眼在冒烟 我一激动 就根本不受控制地涌出眼泪 我颤声问 你就因为这个 我妈皱眉 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就不要承诺 违约了就要受到惩罚 我一下没忍住大喊起来 我承诺了吗 我承诺了吗 是你 都是你 是你 我妈看着我疯狂喊叫了一会儿 忽然就哭了起来 我真是好命苦啊 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这一辈子 心心念念的都是为了你 我把心都掏出来给你 你就是这样对我的 我让你好好学习 有错吗 为了让你过得好 有错吗 只要有道理 救得礼不饶人 没有道理 他就会叫嚷你什么态度 他一边哭一边嚎叫 叫着叫着 就开始坐在地上 手拍打着雨水和地面 声嘶力竭 我是做了什么孽 生了你这么一个女儿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死了算了 他一边说 一边去撞我爸的墓碑 撞得砰砰作响 眼泪鼻涕到处甩 我承认 我被吓住了 我所有的愤怒都像打进了棉花里 我从来不知道 人还可以这样 虽然体育不好 但中考我还是考到了县城最好的高中 最好高中的重点班 这回必须住校 我妈为了近距离照看我 在我们学校找了个清洁工的工作 她可以一节课将我们教室外面的走廊拖十次 每一次都会仔仔细细看我上课的表情 写字的姿势 连老师都开玩笑 我们都是沾了苏承锋的光啊 无心的玩笑 我再怎么麻木 心里仍然感觉难受 我已经十六岁了 我不需要我的父母大富大贵 我也不需要他们多么光鲜亮丽 但我也有微薄的自尊 我希望至少在开家长会的时候 我妈不要当着同学的面 去拿他们家长还没喝完的饮料 我妈看着我难堪的表情 她又露出那种苦哈哈又狡黠的笑 你看看 不努力学习 以后就只能跟你妈一样捡垃圾 这样的日子 你想过吗 你能过吗 我面无表情地说 我不想 她满意点头 不想就好好学习 把第一保持下去 她在周围家长羡慕 又带着同情的眼神中 得意洋洋将塑料瓶一个一个拿过来 递给我 听着家长们恭维客套 你可真不容易 你家孩子教育得真好你 真是好福气 女儿成绩这么好又听话 她抿着嘴笑起来 脸上露出得意洋洋的表情 然后使唤我越发大声 只要我动作迟缓一点 她就问 你是不是觉得你妈是清洁工丢你的脸了 我无法解释 我嘴笨 说不出反驳的话 她就开始教育我说 子不嫌母丑 狗不嫌家贫 我是你妈 你就算丢脸 也摆脱不了我 这回 我没有反驳说我没有嫌弃 我只是看着她 我甚至已经不再难受 我看着她 只是不懂她 为什么要这样 很快 她给了我答案 我那时住寝室 六人寝 我妈借着打扫的机会 总是来我寝室 有时候是拿我换洗的衣服 有时候给我打扫卫生 有时候整理我的书桌 每一件衣服都有具体的位置 每一本书都不能错位 一旦我没有做到 她就会反反复复地念叨 直到我改正 我只觉厌烦 小心避开可能和她见面的时机 我沉默地逆反着 反正只剩一年了 大学我会考一个 很远很远的地方 那天周五的时候 寝室里一个室友生日 她妈送了昂贵的蛋糕和小点心来 就在寝室小小聚了一下 我这个边缘人 阴差阳错 也得了机会 一起给她庆生 另一个室友 偷偷从外面带了两瓶酒 就是那种real饮料 酒精含量很低 唱完生日歌 切完蛋糕 大家就端着小杯子 喝了一小口 我从来没喝过 只觉得味道新鲜 喝完了 我妈打电话 说她给我做了新炒的菜 里面都是肉 她今天是自己吃了 剪得剩的素菜 现在要把荤菜 给我送过来 她总是这样 明明我们的家庭 根本没到这个地步 我爸留下来的钱 足够我们过普通日子 但是她就要自苦 然后将这自苦说成是她对我的爱 我立刻拒绝 但下一刻 我妈已经在敲门了 这敲门 也是在我们室友抗议很多次后 才学会的 我顿时一惊 连忙开始收拾我的杯子 过生日的妹子 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等我妈进来 看到里面的情景就开始皱眉 看到我前面的蛋糕 玩好她神色稍缓 再看到酒瓶脸色 已经暗沉地可以出水 她问我 你喝了吗 我说 没有 我妈冷笑点了下头 然后走过来 她将酒瓶里的酒 倒到一个杯子里 然后看了剩下的量 再数了数杯子 少了 寿星妹子打圆场 阿姨 没事的 就一点点饮料 没度数的 我妈黑着脸 滚 然后转身走向我 我想跑 她一把按住我肩膀 转身捏着我的下巴 将我的嘴巴捏开 将鼻子凑到我面前闻了闻 她的呼吸很近很近 带着酸味和蒜味 带着汗味和说不出的味道 你喝了 她得出了结论 下一刻 她猛然一巴掌 扇在我脸上 你竟然喝酒 你竟然喝酒 你竟然又骗我 上次你骗我 我说了什么 我慌张看向四周室友 甚至来不及无脸 连火烧火辣 血都涌了上来 好像又回到了小学 被她罚跪在 人来人往的大院里 所有人都在看着我 而她就享受着这种瞩目 她尖利地叫道 我是不是说过 再有下次 我会让你好好长个记性 她开始抽腰带 我死死抓住她 打下的腰带 这也是骗 一句话也是骗 你不也骗过我吗 她骗我爸爸没事 骗我不用回去 她骗我初中 就让我自己决定 穿什么衣服出门 她骗我高中 就不会管我那么多 她骗我 她是爱我的 我妈看着我 还不是为了不耽误 你学习 反正你回不回去 人都活不了 有那时间 还不如多做两道题 我这么爱你 关心你 你竟然这么说我 这是骗吗 我做的这些 还不是为了你好 做你妈 我说 我从来不知道 我还会说这种话 而在我说的时候 正好宿管阿姨也来了 我妈瞬间 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猛然扑了上来 脸上是她的巴掌 耳边嗡嗡 我挣扎起来 并不是温顺乖巧 并不是言听计从 并不是逆来顺受 就能安稳 身体里面有什么东西 在萌发 在燃烧 在呐喊 在挣扎 我想要将这个 裹在我身上的茧丝碎 碾成鸡粉 我跌跌撞撞爬起来 我拿起了那份蛋糕 一把全部塞进了嘴巴里 甜腻的奶油 顺着喉咙滑下去 鲜美柔软而又香甜 但我的反抗 没能持续超过一刻 我妈没有成功收拾我 反而被拉开后 她看着我吃了蛋糕 气得浑身发颤 这时 她忽然想到什么 目光一扫 然后冷笑 行啊 你这么能 你这么能 你们在寝室喝酒 这么多人 有一个算一个 都要被处分 我立刻去找 你们校长举报 校长不管我就去教育局 我还不信 治不了你 我的室友都愣住 我也愣住 我妈看我们表情 嘴角开始露出笑意 她知道抓住了 我的软肋 你也不想看着 你的室友被处罚吧 你们学校不能喝酒吧 她问 我的心沉下去 你想干什么 我妈看着我 你好好想想你今天什么态度 你错在哪里了 想好了 按照家法给我说 我什么时候满意了 这事情就算了 我跪在寝室中间 四周一片寂静 我听见蜡烛燃烧的声音 听见奶油融化的声音 我激谢地给她道歉 说我错了 说我以后不敢了 她居高临下 穿着那身脏兮兮的旧衣服 耳朵戴着金耳环 踩过垃圾的脚 敲着二郎腿 放在我脸的前面 错了 哦 那你说说 错在哪里了 她是主人 而我就像一条狗 我在那一瞬 得到了曾经百思不得解的答案 这些年 她将那些世俗残忍的手段 都用在我身上 控制着我 就像控制一个牵线木偶 只要我有一点违逆 就会遭到严厉的辅证 这种辅证 就像炖刀杀人 一点一点打磨 以关爱的名义 以母爱的身份 一点点碾压自尊 把人变成一个 亦不亦趋的宠物 这不是养孩子 这是在训狗 是的 我忽然明白了 它需要的不是孩子 是一条狗 一条比它低贱 却比它成功的狗 一条可以证明它的能力 可以证明 它的人生并不失败的狗 同时 需要这条狗保持驯服 好满足 它作为主人的天然优越感 和掌控权力的欲望 而狗是不需要自尊的 只需要主人偶尔施舍一点 剩饭剩菜和廉价的爱 无期徒刑也有减刑结束的一天 但这种廉价的爱没有 可我不想当狗 那天之后 我再度失去了我那些 关系略微缓和的室友 但这次已经没有那么难受了 高三开始 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 我妈很满意 眼睁睁看着我从年级第一 变成全线第一 我成了重点班里的重点 甚至在她打饭的时候 因为是我妈妈 打饭阿姨还会多给她捞一勺 她脸上开始露出得意洋洋的 类似于酒瓶诈腹的笑容 甚至还在走廊和教务主任 讨论关于孩子的学习培养 我收敛起了所有的反抗 重新变得乖巧温顺 我妈很得意 甚至还专门在班会上 给大家分享我的学习方法 我带着淡淡的笑看着她 陌生而又厌恶 她在讲台上大放厥词 还说以后会好好指导 我考大学会一直陪着我 我这辈子最爱的就是小风 等有一天你们当了父母就知道 能为孩子全心全意付出的父母 多么珍贵 她自我感动着 从小学到现在 每天她穿什么衣服 都是我给她拿好 我早上四点起来给她做早饭 家里无论多困难 都只给她吃有机食品 每一个包子每一碗粥 都是我亲手做的 我看着她说话 她的嘴唇很薄 说话的时候 上嘴唇就翻起来 露出下面的牙齿 有点像地包天 她又开始说起 我初中的时候 骗她考试分数的事情 说起我暗恋 那个男生的事情 说她如何帮我悬崖勒马 让我能够成功考上高中 我看到了她白胖的手 她的手上结婚戒指早就取了 我爸死的那天就摘了下来 她手腕上是一个漂亮的金镯子 她喜欢一切金色的东西 我爸的买命前 现在变成了她手腕上和脖子上 亮晶晶的东西 我想象那辆晶晶的东西 缓缓收紧 就像是建筑用的扎带 只能一扣一扣向里收紧 不可逆 不能松 这么想着 我不由微微笑起来 她说得兴起 也看着我笑起来 她完成了表演 然后晚上来新寝室 给我送饭的时候 在英语听力背景音中 她给我规划 我们美好的未来 她说听另一个扫地阿姨说 金融很好 金融很赚钱 叫我大学就学金融 又说另一个厨房大姐儿子 是学法的 以后也可以学法律考工 她喜滋滋地安排着我的未来 仿佛一切都在她的掌握 我的喜好并不重要 我的想法也并不重要 毕竟是狗吗 她的牙齿上 甚至还有一片中午的韭菜 嘴里的恶臭 让我想吐 我刚刚干呕一声 她忽然警惕地看向我 我没明白过来 她一下站起来 恶狠狠地盯着我 你上次什么时候来的大姨妈 我忘了 我好像很久没来了 自从上一次庆生事件后 我好像就没来了 我妈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一把将我摔在地上 颤声问 你干了什么 怎么会想吐 我说 我没有 她忽然说 你让我检查一下 我说不 但最终她 还是得到了她想要的答案 我将衣服拉下去 盖住已经没有的自尊 我轻轻问她 你那么爱 让我学习 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是可杀不可辱 她不以为意 我是你妈 你身上我什么地方 我没见过 还辱 你又开始脑子发昏了是不是 妈这是关心你 你以后读了大学工作了 要谈恋爱 妈会帮你找 现在这什么急 别想偷懒 还有一个月就考试了 快去看书 我给你掐表啊 你早上做卷子的时间 比之前可慢了 她站起来 跨过我身体去拿东西 我伸手抓住了她的脚 下一刻 缓缓松开 妈 你最想看什么呢 她回过头 笑 这还用说 当然是看你考个权限 不 最好是全是第一名 我的身体还在疼 嗯 高考如期而至 我妈像杨茧一样 养了我十八年 就像春天种下的庄稼 秋天到了 马上就可以收获了 她早早穿上了 她的新旗袍 扭着肥胖的身体 站在校门口 接受每一个家长的瞩目 看 那就是第一名她妈 第一颗是语文 一出来 我妈就激动无比 拿着手机上的答案 给我对答案 背诵全部命中 几个选择题也都全对 她心满意足 更加高兴 第二颗是数学 这颗我稍弱 但对了答案 只有寥寥几分的丢分 我妈很激动 又找了两版答案给我对 都是如此 她高兴大笑 明天就是你生日 妈为了这天 专门给你准备了一个 特别的生日礼物 你一定会喜欢 对完答案 再做两套卷子再睡 第二天一切顺利 我妈等我高考完庆功 最后一科考试的时候 我坐在八楼边缘不去 我妈说 你下来 我看着她 看着她从最开始的灵力 渐渐着急 再变成歇斯底里的愤怒 我开始笑 说 我不 出租屋附近认识的人 都看着我妈 我妈大声骂走了他们 滚 看什么看 没看过管孩子吗 那些人摇着头叹气走了 我妈开始劝我 这么多年的苦心孤意 就要成功了 按照我的成绩 一切顺利 胜利再往 她甚至已经想好了 在全校全市的 荣誉会场上 穿什么衣服 她说 这辈子的脸 都长在我身上了 就像早上出门时说的 这成绩还不错 妈妈为你付出这么多 终于有回报了 以后你上班 工资交给妈妈管 妈妈保准 给你弄得妥妥的 就跟现在一样 那时候 我跟她说好 上午那科考完 我妈几乎胜券在握 走路恨不得 将脸养到天上去 但就在这最后一刻 我偏偏打碎了她的一切 她从卖惨到卖萌 到最后几乎生死历劫 对过其他科目的答案了 只要你下来 只要你去考试 你就是第一名啊 努力了这么多年 就这最后两个小时了 告诉我 你想要什么 我看着她 开始笑 我想死 她气得发疯 跌跌撞撞地爬楼 旗袍撕烂了 头发也乱了 无比愤怒地 向着我走过来 这是准备 最后来硬的了 我伸出手 给她看我那个 很旧的小黑狗闹钟 因为反复妈撒 小黑狗都掉漆了 你看两点五十五了 从这里下去要五分钟 再到考场要十五分钟 迟到十五分钟 就不能进考场了 我妈终于开始慌了 那一直高高在上的表情 露出了裂缝 她说 你 你是故意的 妈妈 你也不笨啊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心心念念为你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妈妈不是说 这是我的考试吗 我的考试 我会负责 你负责 你怎么负责 你负得起责吗 你让我怎么给那些人说 你要让多少人看我们的笑话 你说我每天辛辛苦苦 是为了什么 等你长大 你会感谢我 没有我今天怎么有你明天 有我这样的妈 你还想干什么 我一点不生气 我看着她 只想笑 我看着她气得发疯 我说 可我 每天都想发疯啊 她想要来我 拖我走 我站起来 站在台阶边缘 个子比她高 她脸上居然露出了惬意 这才是藏在那不可一世的面具后面的真正模样 被驯服的狗站起来 才发现 牵住自己绳子的不过是个怯弱的失败者 我用她曾经无数次用过的假笑看她 慢吞吞地说 可是 来不及了 现在五十七了 但还有一个办法 可能会快些 她又惊 又怒 又无奈 又有了一丝希望 小风 你说 你说什么办法 妈都听你的 我看着她 就像曾经她觉得我犯错的时候 看着我 我说可以啊 但是 沉默是强者对弱者的酷刑 她想要哭一下 但是她流不出来眼泪 她只能干嚎着表示后悔 我错了 小风 我不该逼你那么紧 我不该当着你同学面说你 我不该干涉你 我答应你 你考完了 你可以去喝酒 你请客 妈妈给你钱 等你大学了 妈妈就不管你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好不好啊 好不好啊 你先跟妈说什么办法 她在地上跺脚 竭力控制最后的情绪 妈知道这么多年 你受委屈了 但这都是为了你 也是为了这个家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你难道还要和妈妈计较吗 啊 下来 你要妈跪下求你吗 看吧 其实她们什么都懂 她知道我在意什么 知道我要做什么 她只是想要驯服碾压而已 她所有的后悔 都是转瞬即逝的谎言 只要过了今天 满足了她的愿望 明天 所有的都会继续 这回骗不了我了 我向她勾手 不用求 你过来些 我说给你听 砰 绚丽的花在地上蔓延开 从上面看下去 就像是破茧的彩蝶 我仰起头 阳光落在我眼睛里 睁大眼睛 前面是辽阔的长空 彩色的世界 四面八方吹来的风 拥抱了我 手里的小黑狗闹钟响起来 与此同时 考试的铃声同时响起 摇香呼应 就像一场绵长的泄幕 所有的话都已经说完 我转头看向 审讯式的单面镜 一片平和的灰 沉默的审讯员 最后抬头问我 所以 这就是你杀你妈妈的原因 反外一 审讯的警官翻看 着手上的资料 我的身份证 是六月八日满十八岁 按照刑法规定 犯罪的时候 不满十八岁的人 审判的时候 怀孕的妇女 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 不适用死刑 这个十八岁 过生日当天都不算满 过了零零 零零才算 所以我 还能过一个安静的生日 审讯室外 外面有人敲门 紧接着一份新的资料送进来 这也是 我妈给我的十八岁 特别的生日礼物 那就是 她改了我的年龄 我实际出生年龄是 六月六日 为了让我成人 始处在最荣光的时刻 她将我的出生年龄 改了两天 正好放在六月八号 考完这天 竟然 竟然啊 我忍不住笑出生来 笑着笑着 眼泪流了出来 翻外二 那晚 在冰凉的尸体旁边 我睡了一个 从未有过的安静的觉 呼吸平稳 一夜天明 天快亮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梦 梦到一切都并没有发生 我成功上了大学 按部就班 得到了一份工作 我妈终于开始操心 我的人生大事 她有她的标准 她喜欢的男人类型 都是我厌恶的 但她乐此不疲地 推荐给我 并要我见面 我不去相亲 你要不穿上次 去大一家 你穿那条裙子 显摆 我不要去 你记得定好闹钟 准时点 我不去 算了 我还是给你打电话 听见了吗 我不去 记得哈 明天八点 今晚早点睡 妈妈爱你 冰铃 闹钟响了 还好是个梦 我睁开眼睛 阳光洒进眼睛里 明亮地让人流泪 就像戳破了一层厚重的茧 而眼前只有一片刺痛 而不可视的自由 感谢观看